我是林雨,也是何家荣 两千四百五十二级 没有,它就是让我一直开,一直开到车子没油了才可以停下 小姑娘说着似乎想到了什么,急声说道 对了,她还提醒过我,说不管路上遇到什么人都不要停下来 如果我停下来我就会被杀死,没想到真的就碰到了你们 说着,她整个人瞬间激动起来,眼中的泪水也再次涌了出来 急忙扑过来,跪在了地上拽着林雨的衣服喊道 大哥,既然你们不是坏人,那我求求你们救救我的老板和工友们吧 如果你们现在去的话,说不定还能救下他们中的几个 你们也可以抓住那个大工头,让他把你们要的匣子交给你们,求求你们了 你放心,如果找不到匣子,我立马回去救他们 林雨点头硬道,听那小姑娘这么说 她内心也有一些七上八下,默的有一些交集 其实一开始听到小姑娘这些话的时候,林雨是有一些半信半疑的 也觉得可能是小姑娘在边谎,但是现在见搜遍了整个车子都找不到那匣子 林雨便觉得这小姑娘的话可信了许多 她内心不免有一些忧虑和自责,如果真的是因为他们的耽搁导致了小姑娘的老板和一众工友送命 那她实在良心难安啊 再晚就来不及了,我求求你了,救救他们吧 小姑娘紧紧地拽着林雨的衣服,哭喊着哀求道 你如果不是坏人的话,你刚才给我看的证件就是真的吧 你是警方的人吧,你怎么能见死不救呢 小姑娘的这番质问,让林雨的内心自责和忧虑更胜 她咬了咬牙心一横,冲白人图说 牛大哥,先别吵了,看来匣子不在车上 求人要紧,我们先回去吧 先生,您相信她说的 白人图冷冷地扫着小姑娘一眼,寒声说道 说不定就是她将匣子藏起来了 显然直到此刻,白人图依然对眼前这小姑娘抱有很深的怀疑 听到她这话,小姑娘瞬间激动起来,猛地转过头去 板着脸冲她冷声说道 你不要含血喷燃,我没有偷任何东西,也没有藏任何东西 从小我妈妈就教育我,无论多强多难,也不能拿不属于自己的东西 还嘴硬 白人图冷冷地扫了她一眼,接着摸出随身携带的匕首冷声说 看来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呀 她立马拿着匕首朝小姑娘走过去,坐视要动手 小姑娘看到这一幕,再次吓哭了,她无掖道 还说你们不是坏人,你们就是坏人 牛大哥,你这是做什么呀 先生,您难道真的被她的三言两语给说得幸福了吗 白人图颇有一些诧异地看了她一眼 眼前的事情由不得我们不信呢 如果我们找不到那匣子,那就说明我们确实被骗了 她充其量就是个诱饵 要知道,万修派人来是去匣子的,不是来开着破车的 既然这辆车子上没匣子,那么这个小姑娘多半就是无辜的 而且她现在也已经暴露了,找回匣子的可能几乎微乎其微 所以他们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赶紧抓尽时间回去救人 我还没检查过她身上呢,怎么知道她身上没藏着匣子 百人图冷冷说道,说着她直接走到小姑娘的面前 你要做什么 小姑娘看到百人图靠近之后,顿时吓得哇哇乱叫 双手用力地抱住自己的胸口,满脸的惊慌 你想让我相信你说的话,就让我检查一下你身上 如果你身上的确什么都没藏,那我当场给你道歉 并且马上发回去救你们的老板和工友 不行,不行,你休想碰我 小姑娘蹭地一下站起来抱着身子慢慢地往后退 满脸惊恐地望向百人图 百人图双眼杀气一荡,寒声说道 如果你不答应我,那我就只能来硬的了 那样的话你会更痛苦,所以我劝你还是不要自讨苦吃了 最好乖乖配合我 说着,她飞速地转了一下手中锋利的匕首 小姑娘吓得脸色惨白,满脸稀奇地转头望了林雨一眼 林雨皱了皱眉头,略意思考,沉声说道 对不住了小姑娘,此事事关重大 我们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如果你是清白的,搜查完之后,我们会跟你道歉的 并且我可以竭尽所能,补偿你 虽然林雨觉得两个大男人此事合力欺负一个小女生 传出去有一些为人所不耻 但是现如今,她可不想大意 如果这个小姑娘真的有问题的话 他们一旦因为心里的顾虑而放过她 那必将铸成大错 到那个时候不知会害死多少人性命 所以她不得不谨慎 小姑娘闻眼眼中涌满了屈辱的泪水 她咬牙说道 非搜查不可吗 非搜不可 百人图不容质疑地冷冷说道 小姑娘眼中涌满了绝望 转头望向林雨说 那我选择让你搜查 让我 也好 我们先生是个医生治病救人不分男女老少 在她眼里也自然没有男女之别 你心里也不用过于芥蒂 小姑娘紧紧地抿着唇眉说话 浑身透着一股无力感 那我只有得罪了 林雨轻声说道 接着走到小姑娘跟前 伸出双手 自小姑娘的肩头上往下摸去 因为越是敏感的部位 夹杂匣子的可能性就越大 所以林雨被迫查得格外仔细 小姑娘感受着身上陌生的手掌 眼中泪水鼓鼓而出 面如死灰 嘶声说道 你们说话算话 会放我走 是吧 对 说话算话 如果没问题 我们绝对会放你走的 她说话的同时 双眼睛芒死射 死死地盯着小姑娘身上 期待着林雨 能够将那匣子 从她身上翻出来 直到此时 她仍然坚信 这个小姑娘绝对有问题 也坚信 那匣子一定是被小姑娘 巧妙地藏在了身上 但是 出乎她意料的是 林雨最终检查完 她的鞋袜之后 不由轻轻叹口气 无奈说道 没有 什么都没有 这 这怎么可能呢 一项喜怒不形于色的摆人图 不由脸色一变 眼中略过了一丝惊骇 有一些不可置信的问 先生 您仔细查了吗 牛大哥 你连我都要怀疑吗 我看你真的是走火入魔了 我是个医生 你觉得还有谁 比我检查得更仔细吗 可是 可是不应该呀 百人图皱着眉头 心中诧异不已 本集播讲完毕 请继续收听下一集 记得订阅哦